所以呢,首先,首先,首先,再次的强调 马股呢,已经从2月,3月,4月来一点点的反弹 不过呢,又往下掉 现在呢,我们是在5月 所以整体马股起了吗? 马股呢,还没有起 就是说,他已经休息了很久 OK,所以反弹呢,重不重要? 反弹呢,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大趋势都是从反弹开始 所以呢,庄家到底要不要炒 这个是第一点 庄家呢,炒的话,赚不赚钱 这个是第二点 所以呢,如果两个都可以的话 他们呢,才会继续的炒嘛,对不对 所以之前,我们是说 马股呢,可能是因为这个Holiday太多 这个庄家呢,就炒到好像没有利 这样子 所以之前的那些什么Hari Raya Visad Day Good Friday 什么Day 很多的Holiday全部呢,现在呢,是过了 所以呢,终于上个星期呢 是有一整个礼拜呢,是没有Holiday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看到呢 有一些股票呢 上个星期呢,就有反弹 然后呢,今天 今天又是星期一,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星期一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到底呢,现在的这个市场呢 有怎么样的一个进步 所以最近,或者是今天 你看到的这个Top Volume里面 Tanko Tanko呢,是最近 有这个Bottom Signal 然后呢,最近呢 这个Bottom Signal呢 反弹的最漂亮的其中一个 所以呢,有没有股票 然后最近有反弹 其实是有啦 Tanko呢,是其中一个 不过,不代表整个市场 而且这个股呢 不是很多人会去看 不是很多人会去买 OK,SMRT 本来呢,是一个很强的股票 上升趋势的股票 今天就没有跑 就是很奇怪 所以今天的股呢 是比较呢,mixed的 mixed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些好的 Uptrend的股票就没有起 那些本来很低的又反弹 OK,所以呢,今天呢 是一个起跟掉呢 都有的一个一天 OK,所以SMRT呢 就其中一个 跑得很久 跑得非常的快 跑得非常的多 今天呢,就没有起 所以Overall 还有什么股呢 你看到Top Glove OK,Top Glove 也是在这个list里面 Top Volume 所以Top Glove也是一样 就前几天 上个星期 就很有力的一个 跑高,对不对 然后呢,今天呢 又往下掉 所以呢,应该起的股票 反而就没有什么跑 不过,我们还是会注意 还是会注意手套骨 OK,本来以前呢 我们是不会注意的 以前呢,它是红色的话 我们是不会注意 我们不要看 But,现在呢,它是蓝色 蓝色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看 等一下呢,如果它走高一点的话呢 这样我们就专心的看 现在呢,只是开始看 OK,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从这个往下大跌 变成没有跌 变成开始出头了 头部呢,已经开始呢,出现了 OK,所以还是可以注意的 就是这些手套股 因为最近已经跑回来了 当然,这个Volume 很大的一支 差不多0.29B 可能呢,这个专家呢 他从这一天开始呢 就帮这个股票呢 重写了他的那个命运 可能啊,我只是这样子讲可能 没有东西是100% 所以我们还是就是看看 还是看看,可以注意 所以其他的TopVolume的股票 哇,这个是IPO股 Dataprep这种 炒的 Avantec 哇,这个也是炒的 OK,所以 庄家就比较乱七八糟啦 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 有一些股票的这种什么Dnex 这样子跌法的话 哇,真的是不懂要跌到哪里去了 OK,所以这个是TopVolume OK,TopVolume的股票 有没有很多青色 不多 OK,青色的 其实呢,不是讲很多 Belesto OK,Belesto是其中一个 炒的比较漂亮的 因为今天Close在高位 所以,这个是最近有在被炒的股票 OK,所以这个也是Penny Stock啦 也是两毛钱的股票 OK,所以其他的就 还好 OK,还好 我们看一下TopGainer TopGainer呢 是我们比较喜欢看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呢,你是买中型的股票 中型的呢,就是呢 涨 又可以涨比较快 涨比较多 当然跌是 有时候会跌比较多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呢 可能的以后 如果他们继续涨的话 可能会变成 人家所谓的豪股 人家所谓的蓝筹股 5个Billion以上的 那个那种股票 OK,but通常 很多这种中型的 都是一两个Billion OK,这边看到什么呢 Nestle OK,有起一点点啦 OK,然后呢,RG RG呢,我看到的就是 诶,这个有一个Bottom Signer 上一次Bottom Signer 它就飞上去 再来一个Bottom Signer 它又飞上去 然后现在呢,又来一个Bottom Signer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Bottom Signer 是不是真的Bottom了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呢 诶,RG no Moto 会不会呢 到了一个支撑点 所以这个呢,要问农业部 还是问那个食品不饶啦 所以当然,其他的股票 看到什么 最强眼的啦 最强眼的是这个 SFP Tag OK,所以SFP Tag呢 起了一个6% 所以当然 本来呢,是起更多的 然后呢,现在呢,就 拉回来一点点 OK,拉回来 本来是起,哇,这么高 2块6 2块6的话呢,就非常的棒啦 Closing,Close的2块6就非常的棒 所以这样拉回来 好像又好像很辛苦这样子嘞 哦 So overall呢,SFP Tag呢 它上个星期五 刚好呢,就 站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就 变成这个紫色线跳上去了 所以呢,现在呢 它有这个阻力 阻力呢,在这个2块6 这个阻力哦 不要Fail 不要Fail 不要Fail什么意思 你看上一次它到这边 红色线 它就往下掉 上一次呢,它过不了这个红色线 它往下掉 这一次呢 又来打到这个天花板 所以呢,打到这个天花板呢 不懂呢,它如果啦 如果啦 如果它再往下跌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希望啦 真的是 绝望啦 再往下跌的话就绝望 因为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是不是 有人进场去买票 应该是啦 今天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 股票从一个底部呢 突然间跑上去 从一个底部突然间跑上去 从一个底部突然间跑上去 这些都是 有人去买 所以它买的价钱 就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就是这样,跌到这个低了 低一点了 它们就进去买 如果它买买买买到最后 它要往下丢票的话 这样子都不用看了 就讲 哇,连这个能够撑盘的人 都撑不住 这样子呢,就 就没有细唱了 所以 SFP Tech 这个呢,是一个好的现象 很感动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呢,那个眼泪差点要流下来 太感动了 因为很久呢,它没有跑了 而且呢,不只是它 还有很多的股票呢 也是没有跑 OK,做例子 Badini Badini最近呢,也是在睡觉 所以呢,如果它有跑的话 这个呢,是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OK,所以呢 Badini呢,也是就是其中一些股票啦 应该市场好的话 它们呢,已经是一个上升趋势的 OK,不过呢 就最近呢,都是在休息 So,当然 Top Gainer里面呢 有一些股票呢 可能呢,就是 大家没有什么看的 也是就是今天有跑上来 像这个SolarVest 这个呢,相信啦 可能也是因为就是 有一个所谓的就是那个板块 就是讲美股啊 美股 So,First Solar 上个星期呢 就突然间爆涨 一天飞高 差不多20多巴仙 So,当然 这个First Solar呢 它很有可能的 把其他的Solar的股票拉上来 So,当然 在这边,我们讲回SolarVest 这个呢,算是呢 就是讲庄家 之前呢 这个庄家呢 它蛮厉害的 它从这边六毛多 炒到一块一毛多 OK,然后呢 最近呢 又来这个 OK,所以从这个Bottom Signer 开始的 就是Start Engine了 So,很多人可能会讲 哎呀,都起了 他讲来做什么 对不对 讲还没有起的嘛 不过呢 在这边有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 所谓的就是 就是青色跟橙色 橙色呢 是休息的时候 有可能暴跌的时候 青色呢 就是呢 比较有趋势的时候 所以青色 讲到来啦 趋势来讲的话 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跑 这个只是一个底部 OK,离开它的底部一点点 所以如果 如果接下来有调整的话 这样子 可能这个 庄家还要再炒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庄家呢 就是炒超过50% 炒100% 有没有可能 就要看这个 是不是一个大趋势 然后今天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AAX 它不算是从低点跑上来 OK,它不算 OK,它的低点在这边 所以它的Bottom Signer在这里 所以从这边呢 它已经就是 跑着一个上升趋势了 So,AAX呢 有 也是有被拉上来一点 OK,所以这个呢 都是在跑着的股票 其他的 QL OK,QL 当然 讲到QL 可能呢 大家会觉得 哎呀 这个很慢啊 什么啊 对不对 不过呢 看它的图形啊 它整体呢 它是往上涨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它又横盘 横盘 横盘 这个低点呢 不断的抬高 高点呢 不断的往下跌 好像之前这样子 So 不敢讲 它一定会跑 不过呢 如果呢 它之后有跑的话 这个呢 是我觉得就是那种 Fund Manager 看的股票 可能他们是看基本面 有可能他们也是看现在的这个鸡蛋啊 比较好价钱啊 还是鸡蛋比较少啊 我也不懂啦 OK,所以anyway 这个QL呢 它整体的这个图形 是在 Consolid So,如果 这个有跑的话 那些比较保守的朋友 OK,保守的朋友 为什么保守 因为这个呢 一年 它才起二十多巴仙 给它再好 它只起一个五十巴仙 So,跑 应该不会跑很远 不过 至少 它没有什么跌 所以如果跑的话 你可以 expect一个十巴仙 OK,你可以 expect啦 expect 如果有跑啦 还没有跑的话 就这样子哦 没有掉哦 OK,所以其他的 看到了就是Sign Tech Sign Tech 有一点点的反弹 Sign Tech呢 也是一个 Fund Manager的股票 所以Sign Tech呢 今天也是从一个低位开始呢 就是跑上来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什么 有一些股票 开始有一点点反弹 不过呢 整体来讲的话 整个市场 有没有跑很远 没有 OK,没有跑很远 有没有跑得很快 也是没有啦 So overall Tanaga 这几天 上星期五跟今天 是被拉高的 所以呢也是一样 就是呢 庄家有开始进场 OK 其实呢 有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呢 也可能是 基本面 或者是 一些Fund Manager 还是怎么样啦 投资啦 Long Term Investor 他们可能会买这样子的股票 好像这个Alliance 没有什么Volume 没有什么人Trade 你看这个Harrison 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Volume 没有什么人Trade 不过呢 他就是慢慢的 在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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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Alliance 跟这个Harrison OK 这两个呢 他就是最近的一个黑马 OK 一个上升趋势 OK 所以当然呢 今天有一个股呢 EIB 起了一个14% 这个是新股 新股 很多的这个IPO股 新股呢 很多呢 都是呢 就是沉船了 好像以前的什么 什么Ogabayu啊 很多呢 其实呢 都是禁掉了 LGMS啊 很多呢 都是进去了 OK 很多是进去了 所以EIB 哇 有跑回来呢 这个呢 是代表这IPO股 哦 有一个反弹 哇 真的是呢 令人感动了 这个 当然 最后一个Tech Cycle 跑一个6.8% 所以呢 这些股票 起5个% 起6个% 是好事 好事来的 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东西啊 让我们看到呢 就是讲 诶 这个市场还会弹上来 因为不然的话呢 我们只是看到它掉的话 如果你每一天只是看到它掉的话 真的是太失望了 没有兴趣看了 所以当然呢 今天的问题呢 就是呢 也是有一些股票在掉 刚才我们看的是好的 OK 有涨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 不好的 再往下掉了 说例子 今天你看到这个POWER ROOT POWER ROOT呢 本来呢 是属于呢 比较漂亮的上升趋势 然后呢 最近呢 它也是在恢复当中 算是好的 算是Uptrend的 今天 竟然呢 跌一个4.5% 所以这个呢 就告诉我们 哇 真的是 这么这样子 去泼一个冷水 OK 难道不能够撑着吗 然后呢 你看到呢 就是呢 PENTA 本来上个星期 有一点的反弹 然后 今天呢 又把上个星期的 三天的 赚的 一天就跟它拉下来 OK 所以呢 告诉大家就是讲 哎 还是很差 OK 所以这个 ATEC 这些呢 是之前呢 非常热门的股票 所以这个呢 也是就是保持在一个下跌趋势 然后呢 上个星期 有这个BOTTOM SIGNER 也是非常漂亮的反弹的 然后今天呢 又来 往下掉 所以当然 那些什么 BINARI啊 跌2.7% 哇 这个哦 好像很认真耶 很认真的一直在 卖下去 一直在卖下去 一直在 SELL DOWN BUT 当然 这样子的SELL DOWN 也算是 跌了很多了 OK 所以 已经进入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PANIC SELLING了 OK 所以其他的 FRANKEN 很多人有的 今天 有一个LONG TAIL 哇 这个呢 有LONG TAIL 好过没有啦 有LONG TAIL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今天呢 是一个很EXTREME的一天 卖的时候呢 就比较多人 哇 太刺激了 太紧张了 然后呢 最后呢 拉回来 问题就是 从这边是不是 到了一个位置 转弯的地方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看的 如果不是 真的没有办法 SO OVERALL呢 科技股 SEMICONDUCTOR 暂时 这个庄家呢 很多的庄家呢 都没有进场 如果有进场的话 这些 D&O啊 FRANKEN啊 应该要转弯 应该要往上涨 OK 问题就是呢 没有 OK SO OVERALL 蛮多的这些股啊 还没有真正的转回来 整体的市场 还是比较差 这样子的Market 如果你真的是要买卖的话 首先啊 这个市场不好的话 交易越多 买越多的话 越危险了 你买了Cut Loss 买了Cut Loss的机会会比较高 市场好的话 你买卖买买买 100次都无所谓 一个月 所以这边就是 还是要控制那个风险 所以当然 现在是很便宜 如果你是价值投资的 你快点去研究 哪一个股票 接下来会预测 它会反弹 然后当然 你可以早一点去买啊 如果你是价值投资的 如果不是的话 OK 暂时呢 还是呢 就是比较差 我们这个星期天 还是有zoom meeting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上 我们的zoom meeting的话 这个星期天呢 尽量的就是 来听我们的这个zoom meeting 好不好 所以在这边 马股的话 现在呢 是在一个便宜的价位 反弹 还没有真正的反弹 不过 有一两只股票 今天有起5-6% 是一个好事 要看到多一点的股票 起5-6%一天 要这样子的 大涨 才有利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 看这个market 不要过度的去操作